炸好的白帶魚捲放入滾燙的鍋裡 這道白帶魚米粉鍋是許多消費者心中的最愛 因為主要白帶魚它是處理過 然後新鮮 然後它又去刺 然後捲 捲 把很方便客人的取資 然後它是我們基隆的特產之一 對 然後它主要它的鍋湯又熬製過的 然後又有我們古早味年節才吃得到的大菜 特別的是白帶魚還能一魚兩吃 讓消費者兩種風味一次享受 我會先把我們它準備的那個鍋物 食材先把它入鍋 待滾了之後 我會夾兩塊的炸好的白帶魚 擺入鍋中 讓它再沸騰 然後它的乾的這個白帶魚 我會直接也把它沾它特製的醬料 然後再咀嚼 那味道是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 白帶魚米粉鍋的發想 其實來自餐廳老闆吳福東 在與大廚討論後開發出口感豐富 風味獨特的人氣美食 有一次在外面的餐廳吃到白帶魚捲這種東西的時候 覺得還蠻奇特的怎麼 怎麼這麼好吃的東西 但是我想要拿回來賣不知道怎麼賣 因為不可能用一個套餐就放了起片的白帶魚捲 就很難賣 所以那個時候就跟我們的師傅研發 師傅後來就靈感說 不然就拿一些芋頭 煮一煮炸一炸之後 我們來做白帶魚米粉鍋 另一個店裡招牌料理酸菜白肉鍋 則是採用益生菌酸白菜 及溫體台灣豬 美味又養生 我自己的農場 我自己的研發團隊 所以還有他們的農場採下來之後 到他們的工廠用益生菌下去發酵 吃了之後 對我們腸胃 尤其是對腸胃非常非常的好 益生菌酸白菜 然後我們所用的 酸菜白肉鍋的白肉是用我們台灣豬 嚴選我們台灣豬下去切的 包括鐵板料理 海鮮火鍋 及咖哩豬排等餐點 也很獲消費者好評 它泡菜很夠味 然後那個松板豬 它不會軟 也不會很硬 它就是脆度剛剛好 鐵板裡面有豆腐跟松板 豆腐很嫩很滑很好吃 然後這個小菜也很可口 這個湯很濃郁 女生來吃太多了 要兩個人 因為它真的是料牌很充裕 食材又新鮮 因為吃起來都蠻Q彈的 尤其是基隆在地的海鮮 食物都非常的新鮮 那我今天吃的那個小卷也是當季的 當季小卷才會是最棒的 它這邊的餐點是蠻符合我們 應該是符合女生的口味 因為也有在地的食材 所以就像這豬排好了 它的麵皮不會 麵翼不會很厚 而且裡面雖然是厚切的豬排 可是它裡面的不會很柴 然後很juicy 甚至連配菜 茶碗蒸 及搭配的冰咖啡等飲料 也可以看出業者的用心 茶碗蒸很綿密很好吃 它的蛋液很 蒸出來是很細緻的 所以很順口 所以吃下去的話 就會咕溜就滑下去了 副餐的咖啡 一般的簡餐店所用的咖啡 就是比較大眾化 我用的咖啡是一定要泡12個小時以上 才拿出來給咖啡用 這個是冰咖啡的部分 餐廳牆壁上滿滿的照片 經營旅行社20年來走遍世界各地 因為疫情衝擊 讓品嘗過無數異國美食的吳福東 毅然決定收掉旅行社 中年轉換跑道投入餐飲業 沒想到疫情持續兩年 餐飲業受到的衝擊不比旅行社少 讓他至少從一個火坑 跳到另一個火坑 所以當初真的是不知道說 疫情真的是 這麼的嚴重會傷害得這麼深 但是居然要開了 就要有所堅持 雖然受到疫情及食材等經營成本上漲 雙重夾擊下 吳福東仍堅持食材品質 強調一定要給消費者最好的 就連肉燥飯都採用牛肉製作 雖然這兩年疫情這麼嚴峻 我所用的食材 我所用的不管肉啦 還是火的火鍋料啦 還是什麼之類的都是用 就是我的漆流就還是用溫體漆 我的麻油漆用的烘仔雞的雞腿 我的火鍋的魚腳用我們漆龍的三劑魚腳 蛋腳用三劑蛋腳 然後我這邊的麻油漆我的麻油 是用我們北港一新流產的麻油 這些東西都是我到目前還一直堅持 在疫情最嚴峻沒有客人上門的時候 除了與愛爾路街坊同業相互打氣外 腦筋動得快的吳福東改推防疫便當 獲得員工相挺 連廚師都主動騎車幫忙外送 更讓吳福東相當感恩 也決心撐下去不被疫情打倒 我們五六月做防疫便當 員工也會出去幫我發電 愛家愛戶的去跟店家拜託 愛家愛戶的去拜託 然後師傅看比較鹹的時候 也騎著摩托車去幫我外送 有很多很多處理事業都感恩在心頭 就是支持下去的原動力 秉持多年來帶團以顧客為至上的精神 63年式的吳福東 投入餐飲業能堅持以最好的食材製作 不同於一般簡餐店的料理 希望透過美食 讓消費者享受到有如旅行般的快樂 記者 張祺騰 金融報導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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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